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小数的意义 举个例子 测量这个桌子的高度 它比一米多出一分米 因为把一米平均分成十份 一分米占其中的一份 所以多出的一分米是一米的十分之一 用小数表示就是0.1米 桌子的高度呢 就是把一米和0.1米合起来 等于1.1米 咱把一平均分成十份 其中的一份是十分之一 也可以表示为0.1 把一平均分成一百份 那其中的一份就是一百分之一 也可以表示为0.01 那其中的二十三份就是一百分之二十三 也就是0.23 那如果把一平均分成一千份 其中的一份就是一千分之一 也可以表示为0.001 其中的五十九份就是一千分之五十九 可以表示为0.059 由此咱可以看出 小数是分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接下来说说小数的数位与技术单位 小数点把小数分成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小数点右面第一位是十分位 它的技术单位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0.1 右面第二位是百分位 技术单位是百分之一 第三位是千分位 技术单位就是千分之一 可以看出 整数部分的最小单位是一 没有最大的技术单位 而小数部分最大的技术单位是十分之一 没有最小的技术单位 因为一里面有十个0.1 有一百个0.01 所以小数的技术单位也是满十进一 那在数位顺序表中 每相邻两个技术单位之间的进率 只有十 对于整数部分是0的小数 咱叫它纯小数 比如0.8 0.901 整数部分不是0的小数呢 咱叫做带小数 如2.1 15.3等等 然后咱来说说相关的单位换算 比如36厘米等于多少米呢 咱知道1米等于100厘米 1厘米等于一百分之一米 也就是0.01米 所以36厘米等于一百分之三十六米 也就是0.36米 再比如鸩纯蛋的质量是12克 它等于0.012千克 因为1000克等于1000克 1克等于一千分之一千克 也就是0.001千克 所以12克等于一千分之十二千克 等于0.012千克 搞定 你知道吗 小数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的 早在公元三世纪 我国数学家刘辉在解决一道难题时 就提出了把整数各位以下 无法标出名称的部分称为灰数 小数的名称是公元13世纪 我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提出的 在西方 小数出现得很晚 直到16世纪 法国数学家克拉维斯 使用小数点作为整数部分 与小数部分的分解号 好了 其实关于小数的知识还有很多 咱会在后面的视频里继续学习的 最后说到这了 赶快去做练习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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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